讀書要花很多時間 一本書沒讀完很浪費 讀了這麼多都記不住白讀了 这些都是阅读的过去式 你应该要学习最适合现代人的阅读知识 Hello大家好 我是生鲜石书的鮪鱼 我创办生鲜石书 每天坚持写一篇超过1000字的文章 分享我的学习与阅读心得 生鲜石书不是一个书评网站 也不是一个书界网站 我们将书中知识提炼出来 用来解读国内外生鲜石书 解决你对生活的问题 我在过去几年里 透过直播谈书 做节目说书 甚至到企业办读书会 举办过大大小小的阅读活动 我认真专研过阅读这项技能 找到一个能从书中提炼知识 快速输出的方法 也就是在这堂课 我要教你的做法 虽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阅读方式 但当你需要快速从书中截取知识 找到跨领域的连结 输出观点 打造一套属于自己的知识系统时 你就需要这堂课 课程主要分成四个阶段 为什么我们需要阅读 我认为 现代人不阅读 不是一个问题 而是一个现象 在这个现象的背后呢 对于有阅读的人来说 是一个全新的机会 适合现代人的阅读心法 我会跟你分享我针对现代人打造的阅读心法 学习目的阅读法 跨领域阅读法 连结不同领域的知识 打破你对阅读的迷思 重新建立你的阅读观念 如何有效底阅读 你会知道如何在时间很少的状况下 有效率底阅读一本书 如果你发现自己没有办法好好静下心来读书 我会教你如何将阅读游戏化 让你把书读进去 从阅读到输出的应用解析 我会告诉你如何选书 如何将读到的东西 应用在学校或职场上 毕竟读了多少都不是你的 用了多少才是你的 如果你的工作内容或学生的报告 需要大量阅读 你可以通过这堂课 学习有效率的做法 建立自己独特的观点 找到别人意想不到的比喻跟知识 如果你已经有阅读的习惯 这堂课可以让你一边听 一边思考你的方法 跟我的方法有什么不同 精进你的阅读方式 快来学习最适合现代人的阅读心法 让每年出版的上万本书籍 成为你的大脑养分吧